亲爱的小伙伴 欢迎收看月尔音乐匠 我是小薇薇 俗话说得好 唱功不够 颜值来凑 有些明星长得是真好看 但是这唱起歌来 是真的不敢恭维啊 被称为国民初恋的赵露丝 不仅演技好 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曾凭借一段艺术体操 新粉无数 作为多才多艺的女人 我一直以为 赵露丝的唱歌水平是这样的 这假唱也太明显了吧 自己都忍不住自己吐槽自己了 到底赵露丝的真实唱歌水平如何呢 这一开口 差点没把我笑死 原来我们的赵露丝 唱什么都跑调啊 维加说 露丝唱歌 她愿意花钱听的 是的 我也愿意花钱听 长得好看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Angela Baby 早已经是公认的大美女了 就算是在现在 新近女明星如此之多的情况之下 似乎也很难撼动她女神的位置 都说有些跑调 这是天生的 Baby也不例外 开始还好 可下一秒就破功啊 我想 一定是被小明哥给传染了 Andra Baby Andra Baby也曾演唱过 女儿情 让人眼前一亮 太好听了 跑没跑掉我不知道 但Baby是真的美啊 新近某女郎刘浩存 不仅青春美丽 还是北五笑花 整个人的气质特别的突出 给人一种特别干净 清纯 温暖的感觉 在2020年年底 一秒钟和送你一朵小红花 两部芯片上映的刘浩存 依然是影坛 冉冉升起的新星 作为北五笑花 不知为何参加综艺节目 暂时唱歌才艺 跳舞它不香吗 虽然我觉得唱得不太行 但一看她的眼睛 我就舍不得说什么了 小浩存 唱得真好看 不是 长得真好听 从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那泥洋遍野的天涯 江里你走到哪 都不会忘记我 绝白如雪的沙滩啊 风平浪静的洪水啊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